这个身份证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证名文件 它其实并不是单纯一般的印刷品 中央印制厂它本身就具有相当多的繁卫的专利 而且它其实是中央银行的一个内部单位 那它的场域是非常安全的 那它也具有层次国家等级文件的经验 还有相关安全控管的能力 那在国际上很多的国家 比如像德国或是法国 它们在身份证明文件的印制上面 也都是会由国家级的印制厂来承制 所以我们就依照政府采购法第22条 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 委托给中央印制厂来承制